嘿,大家好,我是澳洲野串Greg 今天我来到了户外 来野一下 今天野的项目是用我的复合工对抗澳洲安全头盔 这个是一个standard的硬塑料制成的澳洲的工程头盔 非常的坚固 然后我买了个西瓜,模拟人头 然后把安全头盔盖在西瓜上面 然后用我的复合工近距离的去射击安全头盔 看能不能射穿它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如果大家还没有关注和订阅澳洲野川 赶紧订阅关注一下 否则小心我射你 目标离我大概就2米的距离 然后我的复合工大概有70磅左右 近距离的去射击安全头盔 看会有怎样一个结果 下面第一件 这个件已经完全穿透过去了 这个件已经完全穿透过去了 不仅穿透了这个安全头盔 西瓜也透了 甚至透到后面的法上面 看这西瓜 前面一个洞 后面一个洞 已经被完全都穿透了 可以看得过去吗 然后这个头盔也被射穿了 看这个安全头盔已经完全被射穿了 看这个安全头盔已经完全被射穿了 整个西瓜也从中间被射穿 在复合工面前 这个安全头盔完全就形同虚射 对吧 待会我再射一件 试一下 从这个正前方到正后方 能不能直接穿透 能不能直接穿透 已经拔不出来了 这根本拔不出来 摩擦力太大了 刚才拔了大概有十分钟吧 终于把这个件从头盔里面拔出来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洞 这个头盔还是蛮厚的 它这个厚度大概可以达到 两三两三毫米吧 长度还是非常高的 好 接下来就来试一下 它们能不能贯穿前后两边 因为它现在只贯穿了一边 一直拭目以待 现在我要让那个西瓜稍微有点仰角 这样我从上往下辐射的时候 就能把它贯穿了 还是用这支件吧 这个碳塑件还是非常牢固的呀 表面有一些刮蹭 但它整体还是 还是很直的 OK 好 让我们再来一件 这个射片了啊 没有从这个上面进去 从眉心 郑重眉心 看一滴西瓜雪 顺势而下 好残忍啊 这是完美的爆头呀 你看 看我把它拔下来 这个剑花了我20分钟还没有拿出来 然后 天空不作美 现在下起来雨 没办法只能先收摊了 嗯 我是澳洲野川Greg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